美国司法部也挡不住了 一家整合电影影集、新闻节目、电信通讯、卫星频道的媒体巨兽即将诞生 这次巨兽就是美国通讯巨头AT&T与媒体娱乐集团时代华纳并购案通过的结果 有资料显示包含时代华纳的债务在内是史上全球电信通讯业中成交金额第四高达850亿美元 更是所有领域中第十二高的并购案 时代华纳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HBO、华纳兄弟影业以及华纳兄弟电视公司将全部归AT&T拥有 早在2016年这起并购案宣布后 司法部以侵害消费者权益及反垄断为由起诉 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局长甚至在今年4月时表示 有信心挡下这起并购案 如今却通过法院批准 司法部惨遭打脸 法官认为政府方提出的证据和论点不足以证明会伤害市场 并建议政府不要再上诉 因为成功的几率并不高 另外被受瞩目的还有康卡斯特集团 将和迪士尼争夺收购21世纪福斯 康卡斯特5月时表示 若AT&T和时代华纳并购案通过 将提出600亿美元高于迪士尼的524亿美元现金收购福斯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预估 接下来会有一连串的并购与收购案 民众要担心的是 竞争者和选择可能会变少 费用也会提高 AT&T和时代华纳的并购案通过 将成为先驱 振奋媒体业并购潮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孙云山整理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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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